花甲少年去旅行第二季 熱騰騰的上線啦 宜蘭族的高杰 王彩樺 黃沛佳 小樂 武思賢 和台南族的洪榮宏 苗可麗 張文綺 潘君倫 六日一起出席開播記者會 說起當初旅辦出見面時 這位大哥的表現已經太搞笑了 高杰大哥呢 就是不知道 佩甲叫佩甲 當天應該有問了 應該有10次 就是這樣 他叫什麼 不是 然後去接彩樺的時候 因為我的希望他更好笑 來 大哥你 你也不知道他叫彩樺 當然叫 其實 今天彩樺之後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我 至少有一個認得 你們兩個 認得多久了 你們多久交情 30幾年了 沒有那麼長啦 20幾年了 沒有啦 30幾年了 20幾年了 剛才台語的時候 夜店的時候就看過高音了 我們剛才想說 那一段我沒有記憶嘛 這個我不承認了 因為他本人才來拔我 結果拔不到 他就是拔別種的 雙邊這組是效果滿滿 不過台南這團竟然驚爆 有距入危機 他那種豪放的個性 都一直放出來 那我第二天就受不了了 可能我自己也 情況下那一天不太好 那一天早上都跟我們看 笑話有一個小衝突 我真的想一想 說說拜託我再走這樣 我再走一個社會的人來得坐 那我擔心的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你知道那個感覺好像 就是怕阿嬤女兒 要送走泡阿嬤的感覺 你們那邊的大哥不好忍 我這邊的大哥好 可愛可親喔 他一開始在俠 變好姿勢 從頭到尾沒有生氣過 你怎麼知道他晚上回去 沒有自己開家的 你好像 你還會被疑的 你還會被疑的 你是不是想被你開家 他開家也是他老婆的 是在你什麼事啊 要表達出來 對 大哥 要不要開家 從頭到尾 我們都認為節目可能是C的 所以我的心裡一直覺得 他們打電話給我說 他們兩個有點不愉快 我心裡想說 來 結交 結果真的要盼路遇到他 然後他就一副那種眼神 告訴我說 我心裡想說 那個OK 我都一直很冷漠 看完記者會 上這群人的爆笑火花 讓人完全太期待 他們在節目裡的互動 花甲少年去旅行第二季 已經在MyVideo準時上線 每週六晚上10點準時更新 千萬不要錯過啦